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 不少云南昆明的旅行社 也借着中老铁路设计了新的旅行线路 在一家昆明的旅行社 记者看到昆明至西双版纳旅游线路的海报 已经制作出来 并且双动车油产品销售火爆 12月5号先做了一个首发的团 基本上在上线两天之后就已经全部爆满 然后现在我们新增了一个12月10号的团 同样火爆的还有这家旅行社推出的 昆明至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 曼汀公园南诺山万亩茶园等多个景区的线路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社里已经将近收到200个人了 然后刚刚出完火车票 列车开行后 昆明至普尔最快2小时46分就能到达 该旅行社也推出了昆明至普尔的旅游线路 普尔的话就是说是我们重点推的几个点 一个是那个井脉山 普尔的就是那个小熊猫庄园 然后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这几个点的话就是说是对于外省的客人 或者是对于昆明的客人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此外记者还走访了当地其他的旅行社 工作人员均表示 目前正在计划开通昆明至普尔 昆明至板纳的旅游线路 最快一两天就能退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